上个月的私人住宅销售量回弹 7月份发展商卖出的新的私宅共1386个单位 比6月份增加了17% 也扭转了6月份滑落25%的跌势 7月份超过一半的销售是来自半郊区 来看记者聂国威的报道 市区重建局的数据显示 7月份成交的新私宅中754个单位属于半郊区 中央区边缘510个 位于核心中央区的则只有122个单位 如果包括执行贡管公寓在内 7月份私宅销售量达到将近2000个单位 当地产分析师认为 目前的转售组屋溢价高 促使一些购物者转向私宅市场 不少人敢在农历7月前购买新房子 也推高调售量 他们已经在农历7月之前 尽量把项目推出去 这种情况下造成上个月 上个月其实是很多项目推到市场上的 那如果说选择多了 自然而买的人也多 不过美国信用评级下调 欧洲债务危机引绕 加上政府调高购买预购组屋和执行贡管公寓的收入顶限 将冲击私宅市场 预料接下来走势将放还 很多在私宅市场上面 找房子的买家 可能会回流到政府组屋的客户权力 所以它会影响私宅的销售 购买执行贡管公寓的收入顶限调高后 需求将会增加 这也意味着执行贡管公寓的售价 将面对上涨的压力 分析师认为 政府预料将推出更多执行贡管公寓地段 以满足需求 新传媒新闻记者聂国卫报道